那也是春问的 奶糖幼稚 我也是果冻少王子 他们谁能赢下比赛 第一题 图片上的这个人是谁 蓝色宝石 这肯定是蜡条啊 什么 少王子 你怎么这么快 哼 我和蜡条 可是长达三年有业 他放一个屁 我都知道是什么位 那我呢 你 先你怎么会放屁呢 这还差不多 奶糖 你可是蜡条弟弟 你连这都没猜对 你行不行啊 行啊 必须行啊 难了 怎么能说不行呢 第二题 奶糖和蜡条第一次见面 是什么时候 三年前 错 是妈妈肚子里 哼 幼稚 怎么样 活厉害吧 不是吧 原来奶糖和蜡条是新兄弟 不是吧 果冻 你不会现在才知道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吗 第三题 汉堡最喜欢谁 哎 灯灯 B 奶茶 这肯定是奶茶呀 错 是灯灯 为什么 一碗灯灯就是奶茶 哦 茶 臭奶糖 你下次能不能别想提 做问题都被你做没了 这也不能怪我呀 第四题 灯灯是奶茶吗 肯定是啊 要是还能答说 我就倒地起头 错 灯灯不是奶茶 Why 因为奶茶之前还有二代灯灯 不是吧 这也行 臭奶糖 你要是再干想提 我扣光你这月的零花钱 不要啊 我不想呢 第五题 美食村三剑客都有谁 这个我来打 三剑客是小王子辣甜汉堡 柚子 你真厉害 一般一般 迷你第三 可恶 被柚子挑些了 第六题 美食村谁才是不定的CP 这肯定是奶瓶啊 错 这当然是葡萄啦 啊 我今年的CP 不一直都是奶瓶吗 难道烦死啊 第七题 西瓜的CP是谁 丸子 采用糖 西瓜没有CP 什么 还有西瓜没有CP 那他还每天和丸子 和采用糖玩 渣男 第八题 美食村有几对CP 五对 我和果豆 奶糖柚子 奶油汉堡 奶油小辣 葡萄和布丁 一共五对 错 明明是六对 还有橙子和泡芙 啊 可恶 大意了 第九题 美食村一共有多少成员 二十 二十一个 二十 二三 咳咳 啊 怎么都是错的呀 小王子 太好意思说 你可是美食村的村长 你竟然不知道美食村 有多少人 咳咳 谁也不知道 我只是考考小伙伴们 小伴们 你们知道美食村 一共有多少人吗 那又怎么样 五比三 你们输了 果然 我和幼稚 就是美食村的最强CP 哼 我不服 小子再赚 小优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